大家好 又回到我们芒向编辑部YouTube Channel 时间 有我来自澳洲的真必师 你好我好大家好 大家好才是真的好 亦都有来自马来西亚的大马sir 在节目开始之前请大家为我们三个频道 芒向正向晒冷气 点赞分享和订阅 亦都希望你留下建设性的留言 今节我们就讲一下 红刀拉斯 现在不用看到台湾地区写红刀拉斯 不用担心 因为 其实我觉得他们真的很蠢 你知道人家和你断开关系 你就立刻承认一些 我首先和你 终止双方的自由贸易协定 但是你又不做 你这么晚搞到 为什么不快快快快做了 那就好看一点 现在是人家通知你 我要和你终止 现在是我非你 是啊 没错 当然这个红刀拉斯 总统 卡斯特罗 最近是访问中国 昨天 这个台湾地区 他们的 相关部门证实了 在 卡斯特罗 到达北京的当天 台湾 接获 红刀拉斯正式通知 是会终止 还要选择那天 你真是没面子 是的 是 将终止 台虹 自由贸易协定 FTA 根据这个协定 终止决定 将会在180天后生效 红刀拉斯 今年3月 就和台湾地区断开关系 转向北京 卡斯特罗 亦都在6月9日到14日 率团 访问 中国 红刀拉斯总统 卡斯特罗 12日更加见了中国国家接着习近平 之后发表联合声明 他们就 声称 台湾地区说 台湾是中国 不可分割的部分 这是事实 最搞事 对我国主权大食豆腐 老实说 我说真的 食豆腐不是对女子多手多脚的 你可不可以写些大家都明白的中文 很难的 他们的风格 看了要想一想 拼下头才行 是 我各个理头 台湾就是中国的部分 就这么简单 美国也是这么说的 除了是元首 访华之外 昨天 他们就是 上驻 世贸组织代表 接获红刀拉斯 上驻世贸代表的电邮 电邮通知你 如果你早点 单方面 和别人取先 你不用这么难看 现在是别人通知你发电邮 就说要终止 台雄 即台 台宏 自由协议 根据 第 18.05 任条 退出条款规定 除 签约国 另有协议外 退出 应于 签约国一方通知 这个 第二个签约国 180天后 是生效 所以有人说 你早点通知 不就不用这么难看 别人通知你 好像 人家 舍弃你 不常常说 如果你 动作快点 没那么严衰 严衰就紧了 最搞笑 他还是要嘴硬的 他们 爱事部门就说 这些关系 的有没有 指同 红都拉斯 这个所谓 邦家邦家引号 其实 现在都没有了关系 有没有这个 自由物协议 都没什么所谓 就说 我们政策方向 是考量 旅外的台商 缓冲期 以及 对于台湾的利益 是依照 我方 最有利的 个案处理 最有利的个案处理是什么 人家通知你 是你方 例如 之前和撒尔雅多 100年就断开关系 但是 台撒 直到今年5月 才正式终止这个协议 撒尔雅多 可能忘记了撒尔雅多 另外 尼加拉瓜 21年12月就 断交 断交引号 并且 片面 废止 就是废除 这个台尼 FTA 停止FTA优惠性的产证 产品证书 我们政府 提供 业者优惠性的产证 替代权 作为替代的权移措施 采取半年的缓冲期 到隔年7月才正式停止施行 即实行 最搞笑 你知不知道他们说 这个真是震惊 我看到真的笑了很久 你知道为什么 大陆可以和 红刀拉斯 建立关系吗 他说多得一个人 呃 不是多得 你绝对想不到 不是苏丁昌 是彭丹 彭丹不是黄丹吗 彭丹 一字马和拱桥 一字马和拱桥 对呀 台湾你 吓吓我 他们说 这个是 事由事报写 中文建交与彭丹有关 什么呀 彭丹自爆促进中文商业往来 但他没有说到那么大 对呀 原来他们说 昔日香港 女星彭丹自爆 有功 接受这个 媒体访问时 就说今年2月出访 红刀拉斯 即宏刀拉斯 考察两国企业 的贸易往来 当时有意 和 大陆建交 引号建交 的总统卡斯特罗 亦都招待他 两人 双谭慎 对吗 就说自己 中国 国际 战略 研究院 这个是吗 他真的是 当然有些人说他出身 过去怎么怎么 拍过什么 对不起 意大利很多的 议员 都是 拍过某些戏的 还有 那些都是很反华的 你们又不说他 是吗 就说有必要 为中国企业走入红刀拉斯 贡献自己的力量 他就这么说 其实 3月26号 正式和 红刀拉斯断开关 在台湾地区 结束了82年的友谊 另外 这个 中 红 建交 就是有叫民间外交加 发挥着重要作用 那么 他们就说 还有这个昔日的女性 彭丹 这样说 他说一下 是不是你真的信 我觉得彭丹是有作用 但是你说是否主要作用 我觉得就不是 他可能有些 协助 说到这么大 如果当你如果是真的话 你们这个 台湾地区外事部 连一个演员都不扣 总是很流 是的 连一个你们看不起的演员都不行 那怎么办 我只觉得 你特意拿彭丹来教 是没有意义的 是的 就是他笑人家 就是说 彭丹帮你教 你既然看不起他 你的写就写到看不起人家 喂 我就想问一下你 为什么 你找过那么多 女子 那么多 出名的女子 都敌不过彭丹 对吗 还有一件事 挺搞笑的 就是 我们之前说过 之前这个陆媒说 全部不批 给红刀拉斯入的那些 现在全部都批了 这些媒 说得这么大 你想入 哪有这么容易 你说得太早了 所以你那些 灯神的 看着人家 看着他吃你 非常之强劲 非常大 然后他们再说 矛盾 有个 有个新闻 矛盾 弘刀拉斯 白虾获准输 售价紧占 台湾一半 业者相当头痛 台湾一半 但是有没有说过 台湾一万倍 没有 你找一两个业者 他当然是这样 还有你还未到 当地你怎么知道 价钱多少 另外我们看回红刀拉斯 其实他们总统 第一次访华 带着特殊使命访华 6月9日红刀拉斯的总统卡斯特罗 进行为期六天访华 自从 2023年 就是禁年 3月26日 中国和红刀拉斯正式建交之后 卡斯特罗首次对中国进行 国事访问 标志着 中红两个国家 进入一个新的阶段 这个也是 好事来的 因为 说真的 其实中国 他很容易 你说到他什么都不做 结果 中国 那些买多点 那些进口多点 其实这样就已经可以打理念了 就已经可以打理念了 是你这么笨 他一定不会打理念 你不要忘记 你们经常说 他们很容易就开了 就等于之前的清零政策 老赵说要搞到2024年 有没有 灯神效应这个真是灯到 灯出宇宙都可以 所以就是得淡少 全部就 不知所措 开了 说了你们的啦 说到这么大 聪明 对了 说不行 不肯 别人什么都不肯 你这么笨 不知是哪个笨 不知是哪个笨呢 另外 另外一个 在南美洲 正下来的 有帮有帮引号 巴拉圭也很爽 之前以为是巴拉圭 这个叫做 是跟 台湾地区 因为他那个 党派是很拜台湾的 原来不是 今年 4月 巴拉圭执政党 他们很简单叫红党 参选人 潘尼亚就赢得大选 新一届政府 8月15号就职 巴拉圭新任的外长 他就说 大据想吃两头 他就 对 无条件 对无条件同中国建交 建立外交关系 持开放 但是 好假事他又说 将和台湾当局保持关系不变 难怪之前吴超舍 可能会 什么什么 双承认 记得吗 即是说 这些所谓友邦 双重承认 中国大陆不肯 傻仔 是吧 你肯 别人肯 很多时候他们是这样的 我们肯提供什么 我们可以怎样怎样 别人肯不肯 才可以的 就是了 就是了 所以现在倒内的媒体 都害怕了 亦都是怕 会不会最后一个南美洲的友邦都出事 快点发力 加把口 跟蕭陽元一起发力才行 今年5月1号 巴拉圭总统大选出炉 长期执政的保守党派红党 是胜算的 令到 赛政府松了口气 但是 但是 这个他们最新的外长接受日本媒体访问时 就说 不单止 当时亦都说要不单止要跟台湾保持关系 亦都要为台湾在国际发声 就说 哎呀当时说 跟中国建立关系毫无吸引力 当选后在回复赛英文的河电时 亦都说将会持续加强跟台湾历史性的友谊 但是 57岁的经济学家拉米雷斯 确定出任 外长之后 他受访时就说 这个外长和 总统刚刚会不会一个是白念一个黑念 因为之前前 这位巴大龟的 另外那位 当然他还未卸任 就是 Baddle 之前那位总统说10亿美金 吴超少说不需要 台湾地区说不需要 现在会不会这个是一个 bargain的手段 亦都有可能 但是这位拉米雷斯 当然一个很典型的拉丁名 接受访问时就说 两个地方 66年的 情依 是不是会生变呢 有待观察 他就说 巴拉龟将更加积极参与全球事务 并且在 区域 层级上进一步发挥作用 因为你知道其他南方共同体国家 巴根廷刚刚就跟中国加了很多大的project 而且巴西一直都跟 劳拉才刚刚访完华 另外 你 跟你的名字好似的乌拉龟 好想跟中国快点谈完这个致谋协议 又剩下你了 其他什么 玻利维亚 还有 秘鲁一直跟中国关系都很好 还有玻利维亚 阿挂多尔 这些跟中国关系都相当好 这位新的 外长就说 执政党的重心 现在想放在贸易和投资 希望通过南方共同市场 美洲国家组织 OAS等等的区域组织加强 市场开放和区域经济一体化 他也说巴拉龟需要一个开放的市场 要充分利用 竞争优势 其实你都没什么 哈哈哈 国家条件和基建 基建基建 我们很需要他说 更加重要的是 我们要有外国的直接投资 你知道这件事就比较弱 基建投资 他说得明 他也挺老实 他就说中国是世界 第二大的市场 亦是南方共同市场 农业产品原料的 主要输入地 巴拉龟希望 直至这种关系 可以令到自己经济有飞药 我们看看中国海关总署的统计 是2002年中巴 巴拉龟不是巴西 巴西就大 罗易额 罗易额是19.79亿美金 其中 大陆向巴拉龟是出口18.95亿美金 大陆进口巴拉龟的东西之后 0.84亿美金 大陆是巴拉龟 大陆居然是巴拉龟最大 肉品出口地 不是吧 你说得这么大 又说巴拉龟和台湾做很多生意 原来也不是 始终市场太大 台湾虽然在2002年和巴拉龟签了自由贸协 即是FTA 17年签署 ECA 即是经济合作协议 但是到2021年底 咯 双边贸易总额才得1.97亿美金 太厉害了 还有 你是跟所谓邦交国的邦交国引号 但说真的 你的体量差太远了 这个就是最可怕的现实 你没理由台湾 一个省可以超过整个大陆 人口 差这么多倍 当然差太多了 巴拉龟的农业人士 亦都说 尤其是肉品企业 都表示过有兴趣 向中国出口产品 所以拉米 雷斯就说 巴拉龟希望扩大并且将市场多元化 和中方 对话是建立平衡关系 这个平衡是什么意思 是否想着双重承 但大陆是不肯的 绝对不肯的 哪有可能给你双重承 等于 说台湾是一个国家 是否没可能 巴拉龟新的界大选以来 台湾议题已经成为大选的重要 的焦点 去年巴拉龟 政府的赤字 增长 到GDP的3% 过去四年 GDP平均 增长只有0.7% 绝对贫困率 不断上升 与此同时 尋求打开中国市场是一个很现实的选项 巴拉龟前财政报 顾问 马西 他说巴拉龟需要中国大陆市场和资金 他就说 最后 中巴 迟早都会建交 其实我也觉得 你经常说到这么大 10亿美金你都不肯付 你买这么多美国军备 当然你拆美国老鞋也没办法 你也顾一下少帝 那些钱 那些钱 可能是否因为给了唐鳳 最糟糕 最糟糕 更糟糕 不如益一下所谓友邦 友邦的银行 真的 因为他们说唐鳳的部门是数位部 是假藏店屋出来 政治囚勇 很多人都说 太多钱 他们的预算 但是做事 这位巴拉圭 前财政部长当然可以 暖差地说 但是他说的也是现实 如果不跟中国大陆建交 就好像不跟欧盟或者美国建交一样不止 经济上 巴拉圭对 台湾代价 因为跟 台湾有关系 其实他就等于 放弃了大陆市场 亦越来越反感 台湾市场的 体量 完全是没办法满足巴拉圭 尤其是农民的需求 这个就是现实 巴拉圭 长期 你知道他挺搞笑的 他就被鄰国乌拉圭赚了一股 因为他首先买东西 乌拉圭 乌拉圭再对华转口贸易 其实乌拉圭是很棒的 对吗 就是 原来是这样的 为什么不直接赞呢 这个 農民都是现在在问政府 为什么不直接赞呢 没错 这个真的是 所以只可以这么说 我们常常都这样 好像 这个真的是 这个真的是 哎 只可以这么说 你可以坚持 说真的 你喜欢坚持就坚持 但是 但是 最后 你能否忍到呢 我就想问一下 最后你能否忍到呢 如果忍不到的话 那就是要断开关系 就要断开关系了 我们知道其实巴拉圭是一个很特殊的国家 巴拉圭是内陆国家 但是 巴拉拿河和 巴拉圭河 沿岸的船隻 亦只可以通过巴拉拿河 巴拉圭河 水路 在大西洋 在大西洋 如果 他们自己 叫做 直接 出口东西 去到中国大陆 那不正吗 真心说 真心 刚才有点错 其实乌拉圭和巴拉圭 不是 不是轮住 是 是这个巴拉圭和巴西 和是 玻利维亚 才是轮角 因为刚才我妈听我说话之后 说我错 叫我更正 但是 因为大家都 叫做 南方共同体 所以 就是长期是通过 记住 巴拉圭 长期通过 乌拉圭对话转口 贸易 所以等于 是严重损害着巴拉圭 農民的利益 同时 你知道 你看看台湾地区 现在的这些 对外关系重点 就是跟西方 东欧 那些人在一起 那些其实都不是 所谓的邦交国 邦交国印行 其实之前也有 六人都说 我们 是不是真的需要将 一些 叫做资源 调回自己的所谓有帮有帮人行 你不肯嘛 你经常去逗一下 这个加拿大 加拿大的 这个叫做 圆牛 整牛 就可以进入台湾 另外 巴拉圭 内部研究 也都说 台对巴拉圭 GDP的压住就越来越没有份量了 那你自己想 自己想 我觉得 红刀拉斯可能就是一个模板 如果红刀拉斯 这一两年 弄到风山水起 或者 比以前好很多的话 巴拉圭 真的好快心动 好 今次节目时间来到这里 多谢各位再见